小男孩康纳的父母离异 母亲又得了癌症 他不得不懂事和坚强起来 一手包办生活中的大小事 因此才中学的康纳惊人的早熟 但其实他也很孤独 每天晚上都在做着同一个噩梦 在学校又是透明人 还被同学欺负 有一天晚上 康纳画了一颗巨型紫衫 结果紫衫住一眼不合 就变成巫妖 巫妖告诉康纳会想三个日子 离此犯起康纳自己的故事 正以为是外国版神秘马良的故事时 康纳梦醒了 没错 各位看官 这就是一个梦 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康纳不得不和外婆一起居住 但是康纳不喜欢外婆 当每个夜晚12点07分 树妖准时来找康纳 可康纳并不想听故事 她希望树妖可以帮她治好妈妈 让爸爸回来 在学校不被当隐形人 不过树妖表示 即使这是你的梦 你也是没办法做主的 三个黑暗童话故事 你不听也得听 她给康纳讲了第一个故事 一个国家的国王死了 王后掌权 她想嫁给王子 继续做王后 王子不答应 就带着心爱的女人逃跑了 王后黑化成了梅月 放大招追赶王子 结果王子心爱的女人死了 她集合村民一起讨伐王后 最后王子登上了王位 就在康纳以为 这就是圆满结局的时候 树妖告诉她 孩子 你想多了 这是黑暗童话啊 最溜的其实是王子 王后是巫婆 但不是坏人 是王子杀死了心上人 满满的都是套路 第二个故事 是牧师为了救女儿 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却遭到了药剂师的审判和惩罚 康纳不解故事 为啥不安套入出牌 树妖没有正面回答 她只是说 来喝了这碗毒鸡汤 然后开始搞破坏吧 然后康纳就把外婆屋子给砸了 熊孩子你可惨啊 外婆还有三秒到达战场 快跑去猜战大队吧 凭你这破坏力 他们会收的 第三个故事 讲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隐情人 因引起关注而引发了未曾预料的后果 这点在康纳身上得到投射 她把欺负她的男同学揍进了医院 却觉得更加孤独了 三个故事讲完了 根据承诺 康纳讲了自己的故事 一方面 她希望妈妈早点解脱 不再痛苦 另一方面 她不能接受妈妈要离开她 在树妖的帮助下 康纳终于释怀 母亲去世 树妖消失 这个小男孩也变得成熟 真正的成长了 当怪物来敲门 是由美国焦点电影公司发行 由胡安安诺尼奥巴亚纳指导 刘伊斯·麦克多格尔 希格尼韦弗 菲利西提琼斯 莲姆尼森联合主演的奇幻片 该片根据 派崔克奈斯小说改编 讲述了被成长伤痛笼罩的少年康纳 在数人数数的奇妙感召下 战胜梦魇与伤痛 直面人生生死离别的成长 治愈故事 关注新快看电影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啦